說完中國 說完香港 說回大國 美國 美國自從總統特朗普上場後 其實都看到很多動作 少許動盪 例如官員不斷更替 都不少動盪 每逢跟他打工都打不長 即是說老闆好人又哭 你想想你還有一個老闆下面的人是不斷走的 這個老闆挺難相處的 他自己本身有很多負面的新聞 因為美國一有事就影響到全世界 你覺得他們美國來年會怎樣 不過我知道美國的掛本身 即是他的大掛 一個叫天宅理 變成一個垂掛 天宅理 理代表腳對鞋 叫他一步一步走 要小心一點 其實美國那支掛是壞 即是美國之掛是哪些人 特朗普正在走壞 我們說特朗普正在走壞 我們有分是 他是一個民主社會 如果他正在走壞 如果總統正在走壞 如果總統是壞人 就會發生甚麼事 他所做壞事 是可以讓其他人說 我不讓你過 我不讓你過 你有些政策 相對來說 就變成了人民行運 或者反對派行運 就是這樣 即是特朗普正在走壞 你看回2018年 我說特朗普是犯太歲很壞 然後有可能斷手斷腳 有可能被人辭去總統一職 然後有可能被暗殺 到現在還未有 其實我本身很失望 失望的是本書不中其中之一 第二件事是 你想想他上場 搞到這個世界亂得那麼緊 搞到中國那麼多麻煩 接下來呢 我們說他正在走壞運 他最有趣的是說他在眾議院 參議院說自己是大勝 很開心 我說你自己大勝 你本來是共和黨 拿了很多票數 現在大部分的議席 好像是眾議院 眾議院是輸了的 參議院繼續 參議院繼續 所以要做什麼呢 彈立是很難彈立的 除非科欣爆料 本身就會好些了 但在裏面看美國的經濟 因為我剛才說過 訂了很多追掛 細掛 其實他的經濟沒有什麼問題 市道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不差 只不過是領導人有問題 要希望 如你所說領導人好 人民好 而他的經濟又不太差 對於整個世界的影響 都不是真的好 其實最好是什麼呢 領導人如果真的有科欣 有很多事件 然後他或者通俄門 終於搜集到的證據 然後就知道他有些事 違反了競選條例 然後迫於無奈有官非 彈立他的話 一個一般的領袖 走了的話 再希望換上來的話 會教沒有這麼瘋狂的手法做事 希望有一個轉變會好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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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